嗨,大家好,山姆大叔又来了 今天我们来聊聊上坡与下坡 我们这货车拉的重货,上坡与下坡该怎么操作 现在因为是夏天高温了 大部分地方有的都100来度,甚至超过100度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下坡的话 一长时间踩着刹车的话 特别是陡坡或者长坡 你长时间踩着刹车的话 会导致刹车变摩擦高温 导致它变暖,刹车失灵 这是非常危险 像这种下长坡或者陡坡的话 我们可以用第一档 挂入第一档,用发动机的转速来限制速度 然后用发动机的刹车 一起使用 把速度降下来 不要平凡的一直踩刹车 量是非常危险的 在下坡的时候,我们基本也不能说一直踩着刹车 如果要用刹车的时候 你发动机的转速有的太高了 然后发动机的刹车也已经使用了 速度还是太快 我们要用刹车的话 不要用一直踩着刹车 用点刹的方式 用点刹的方式的话 它高温不会那么容易爬高温 点几下,然后把它放开 在刹车 刹车滑行之后 然后再点几下,把它速度慢慢降下来 有些事机不懂 直接就这么 冲不下去了 那是非常危险的 但是在找心跳的感觉 心跳加速 你知道吗 那种感觉你能想象吗 很恐怖的 这么重的车 如果在下坡的时候 它的惯性是非常大的 我们不是村民山车神 遇见这种连续弯道 又是长下坡的这种 是很危险的 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 学点基本的基础知识 来控制它 我上一周就是在进入沿湖城 那一段80号公路 那里有一段长下坡的 连续弯道下坡的 长坡,陡坡 有一股车就是这样子 一直这么踩着刹车下去 后面一直在冒烟 刹车片一直在冒烟 他还不知道 他还继续这么开得很快 那里限速好像才45吧 货车才45 但是他一路可能 开到了60多 一路踩刹车下去 刹车片都在冒烟 搞不好刹车40 就是难以想象 控制不了的 那旁边就是悬崖 好的,后面我们接着 上坡 当你在爬坡的时候 用完不要红得太大 像RPM 在1500转,1600转之间 已经算是很高了 因为现在高温 很容易水箱会爆水管 千万不要使劲地加油门 要懂得好好保养它 开手动档的时候 你也要注意了 RPM也不要太低了 才1200转就赶紧换大门 要不过那是在死撑 爬坡的时候要注意高的水温 要注意看水温 也没有一直处在高温 它不降下来 也要小心点 因为天气热的话 这些都是夏天的毛病 好的,那今天就说到这吧 我们下期再见 希望这些安全小知识 对你有帮助 如果你有什么见解 或其他建议或意义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我看到了就回复你了 好,谢谢大家的观看 祝大家平安出行 安全回家 好,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